Hello 早安 大家好 之前我入手了CHANEL的SPRING COLLECTION 亦在FACEBOOK上放了一張照片 大家看到都說可以快點分享 以及會不會試YSL的新品 我也入手了四件YSL的新品 所以這個影片我就YSL和CHANEL一起分享 如果你對它們的SPRING COLLECTION或新品有興趣的話 就看下去吧 不如今天我們由YSL開始講起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在等我講這件事 就是它們的INSTANT MOISTURE GLOW SUN的BASE 是一個保濕化妝底箱 其實它的產品就是這樣 先說說故事 其實我之前出過一個BLOG POST 就是On My Radar 我都說我都在看這件產品 但因為我現在用ByTerry 又覺得它保濕又好用 所以我未必買 但我會去Counter試 如果是OK的話 比我的ByTerry更好 我就會買來用一下 其實我去Counter試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FORSIZE BA姐姐都非常好 然後就給我一個MINI SIZE 就說你回家試一下吧 如果你是OK的話 兩天之後我們回家的 你再來買吧 然後我就回家試 我又覺得用一下 真的挺保濕的 感覺上比我現在用ByTerry更保濕 所以我就忍不住去買FORSIZE 然後我就用了一個星期 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如我們先說說質感吧 這支支出來的質感 其實就好像我們平時的收毛孔的BASE 我就想會不會都是滑成Liolene 那些呢 然後我一推開的時候 我覺得它給我的感覺 好像一推開就變了水珠 然後你就覺得很濕 然後按一會之後 就會全死去 但其實這個BASE 有兩個主要功能 第一是保湿,可以去到72小時 但我猜哪個72小時不會洗臉呢? 總之它是保湿,多少個小時不是一個問題 第二是它有膠油的效果,好像有blurring effect 令皮膚塗完後看起來細緻一點,下層沒有那麼明顯 其實我試完後已經吸收了 沒有油腫腫,沒有一股東西 我自己覺得它的保湿是做得到的 因為推開的時候感覺上好像變了水珠 皮膚吸完之後會有彈力保湿 感覺上皮膚已經不乾 後來我覺得它blurring effect 就看看臉上有多少瑕疵 譬如純粹有毛孔等 它會令皮膚網絡細緻 但如果有很多印或膚色不均勻 它能否令我膚色均勻或印不明顯 其實是不可以的 如果是毛孔、細紋 它會令它不明顯 但如果是另外一些東西 之後也要用粉底 如果整個感覺是比較膚色均勻 如果有膚色不明顯 痘痘有沒有那麼明顯 都要塗粉底會比較好 其實你問我 它有兩個用法 我看它的網頁 其實它說有三個 看來看去看不到第三個 我主要說它有兩個用法 一個它說 平時不化妝的話 你也可以當這個 令皮膚膜細緻 沒有那麼明顯的日霜 但我覺得可以的 如果你完全不化妝 皮膚瑕疵不多 其實是可以的 你純粹當一個保濕霜 是可以的 但它沒有防曬 所以之後 如果你日後用的話 都一定要塗防曬 不然就紫外線 曬上你的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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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貼面一點 而且你沒有那麼容易有坑 如果你皮膚乾的話 因為它已經補濕了 你塗上粉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容易有坑 而且妝感也會貼一點 我覺得非常好 第三 它說可以當是一個 補妝的物體 例如你逛逛逛街 你覺得某些位置開始 脫妝 或者有點乾 然後你就拿一點出來 在那些位置 那邊 就會有一個 好像光澤感 有光澤感 沒有那麼乾 還有當作是補妝 我覺得這件事 就根據你皮膚 如果你是乾性皮膚 可以的 例如你覺得這些位置開始乾 或者鼻位 可能滲得鼻多 開始乾 脫皮的話 我覺得你補少少下去 是OK的 看上去是有光澤感 亦都可以融入你的粉底 不會弄花你妝 是OK的 但如果你是比較油性的皮膚 這樣補得不行 我覺得會有少少黏黏 因為我自己試過這些鼻位 很乾 因為我經常生病 我補完之後 不見了一些皮膚 就OK 有時候我這些位置乾 我就打算去補它 但那天天氣比較潮濕 我就覺得有少少黏 所以如果你是油性的皮膚 我就不建議你這樣補 除非你那些位置乾到脫皮 就OK的 如果你問我這枝是否值得買 我覺得太利膚質 如果你膚質是比較油性 你接下來春夏天打算用的 你亦都想找一件東西 可以幫你控油和保濕的話 這枝就沒有控油 所以這枝未必是你的第一選擇 因為它沒有控油的功能 可能你塗完下去 你會覺得會有少少黏的 但如果你說你中性至乾性皮膚的話 你打算找一枝保濕底 如果這枝是可以用的 如果這枝是可以用的 這枝是絕對OK的 去到YSL第二款 就是它們的面膚盤 我這次是沒有買眼影 我反而是買了它們的面膚盤 第一 它樣子很漂亮 第二 它這個面膚盤 就是這樣的 有不同顏色 有米黃色、粉紅色、紫藍色和綠色 其實可以幫你調色 而且它是有閃粉的 是有閃粉的 可能現在鏡頭看不到 但塗出來是有閃粉的 你用的時候就混合它 之後就用來定妝 其實出來的效果都比較透明 我不可以說它有遮瑕 因為它出來的效果是比較透明 而它的顏色只不過是幫你調校膚色 其實我看到這個粉餅 就令我想起Givancic 我幾年前用過Givancic的碎粉 就是有這幾種顏色的 都是有閃粉 都是用來定妝和調色的 我用了一期就覺得這樣 第一 如果你不喜歡有閃粉的話 如果你不喜歡整個臉都有閃粉的話 你又打算當這個是pressed powder 用來定整個妝的話 這個不適合你 因為近看的閃粉是很厲害的 如果現在這麼遠看就OK了 但是很近看下去 如果別人跟你很近說話的話 就看到你的臉有一點點閃粉 還有如果是黃燈打下來的話 白燈沒什麼所謂 黃燈打下來 例如你去club喝東西 你的臉會很閃的 如果你不喜歡閃粉就不適合了 第二 其實它的調色功能 因為它不是一個base 所以它的調色功能是比較薄弱一點的 我覺得它的調色功能 不會令到你的臉色有光澤感 例如你有暗瘡印 它會幫你調整膚色 因為它是很薄的 所以如果你打算這個粉可以幫你調整皮膚 例如你皮膚是比較灰暗一點的 基本上應該用紫色去黃色 但是呢 是比較薄弱一點的 這個遮瑕是比較薄弱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打算用一個粉餅這樣用的話 我又不建議的 但是有什麼人我會建議呢 例如如果你是喜歡閃粉 然後你不是怎樣化粉底的 例如你平時可能是塗完一個防曬 然後你就想用少少碎粉去調整妝 然後就外出 我覺得這個是OK的 對 這個是OK的 提供你要喜歡閃粉 這個是OK的 因為你塗完那個防曬 通常防曬都是沒什麼顏色的 或者塗到你少少白了 然後你再用這個粉去整面上 變成真的幫你調到少少少膚色 然後令到你看起來是有光感明亮了 變成是健康一點 我覺得這樣用就會看到效果多一點 或者你好像我這樣 是健康膚色的 你想找一個粉是有highlight的效果 但是又未去到makeup revolution 那些highlight兩行的那一款 那你純粹想著 我是想光一點點的 變成我自己就用這個在T-zone位 但是我之前會用其他定妝 最後的步驟我會用在T-zone位 讓臉看起來是光一點點的 但是如果你問我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一般的閃粉的 尤其是如果有黃燈打下來那一刻 我真的覺得我的臉很閃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會不會推薦大家買呢 我覺得除非你很喜歡那個效果 否則我覺得如果是highlight光感的 purpose 我會推薦Hourglass 因為Hourglass出來的效果沒有什麼閃粉 但又令到你的臉很光 如果你打算令到你的臉光一點 好像明亮一點 明亮感重一點的話 我自己就推薦Hourglass 我這個就覺得一般 因為其實如果它推薦調色的話 我基本上覺得它那個調色的功能是 一一一的 但當然如果你說你很迷戀 YSL的值不值得買呢 其實它的粉都有小的 定妝的 沒有控油 因為它推薦調色 沒有控油 如果你們很喜歡閃粉的 我覺得都可以的 若有你問我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Hourglass 到了第三樣產品 就是它的 Le Blush Future Ink Blush 就是這樣 然後我買了4號 就是Edge Berry 這個披露就是這樣 其實它就是胭脂 是一個液體狀 我差不多是啫也狀的 它的披露好像人家唇膏 其實是胭脂 不過其實胭脂當成唇膏都沒什麼所謂 這個就是這樣的顏色 你用的時候就推開它 然後它就好像變了很淺很淺 差不多一個淺粉紅色 其實這個我看一個材料 其實它裡面第三個材料就是 所以如果你對Alcohol敏感的話就不用了 另外因為它Alcohol是幫助揮發的 所以你塗完之後隔了一會兒 其實它就變了好像沒有東西 它又不是變粉狀 但是好像變了一個sting 你摸下去的時候 你感覺到有少少一層東西在 但就不是黏黏黏或者還沒乾 所以我都明白為什麼它會有Alcohol在裡面 因為是幫手揮發的 不然你塗下去就會黏黏黏 那你春夏天怎樣用呢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的 如果你是打算找一個GEL狀的胭脂 是比較效果自然一些 好像融入了皮膚那裡的話 我自己覺得OK的 你塗的時候就點幾點 然後推開它 然後你看看你的膚質 如果你是油性皮膚 你的妝感很容易溶的話 我都建議你在上面撲少少透明的碎粉 如果不是它會動的 但如果你說你本身是乾性皮膚 你又沒有什麼溶妝的問題 尤其是這些位置 你沒有什麼溶妝的問題的話 基本上你塗完粉底 定完妝 然後上上這個 基本上都OK的 因為其實它會揮發了 我自己就覺得 看看你自己個人喜好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比較適合 真的很自然的樣子 因為你剛才看到我塗出來 也挺鮮色的 然後推開之後 就變成這樣 其實是很自然的一個樣子 而且它裡面有一點點閃粉 不嚴重的 有一點點閃粉 有一點點光的效果 但就不是很厲害的 即是你如果想塗highlight的話 你也要塗它highlight 但如果你平時沒有這樣的 喜好是要用highlight的話 其實不需要都OK 它有一點點光感的 那我自己喜不喜歡呢 我覺得很新的 還有一個挺好的產品 如果你那天是用自然的看法 但如果你說 我平時的妝可能都比較用得快一點 我的皮膚比較柔 那適不適合用這些呢 我就覺得 一定會好一點 我真的不要靠它 一定會好 安全感會高一點 那我自己就非常好 你問我值不值得投資 那些呢 我覺得一般般 如果你平時用粉絲那些 那些胭脂的話 那些會出色過這個 因為這個你要再塗 如果你要它鮮色一點點 再塗 但如果你喜歡很自然 很自然 很自然 好像皮膚透出來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是OK的 然後就去到它們的唇膏了 它們的唇膏呢 就是它們Shine那一款 Aqua Shine Effect 我今天就用了的 我這款顏色就是四號 因為其他顏色沒有貨 那我就買了這個紅色 出來的效果是這樣的 滑上手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覺得它Shine來說 都算上色 因為我最初以為它會像Lip Balm 那些Tinted Lip Balm 那樣塗來塗去沒有什麼色 但原來都出色的 那我這個覺得比較刺激 因為一塗上去 基本上你就會看到是有色的 不會覺得好像沒有色 是呀 你看到都出色的 但大家要 bear in mind 因為呢 這款是潤的 塗上去是舒服 潤上色 亦都是有一個亮的效果 如果你不喜歡用Lip Gloss的話 這個都未去到Lip Gloss那麼亮 但如果你喜歡嘴有一點亮 但你又不喜歡Lip Gloss的話 這個其實感覺是適合你的 我亦都塗上去的感覺是舒服 對呀 沒什麼覺得塗了唇膏 但有一件事就是 我經常都說 潤的唇膏和Long Lasting 潤和Long Lasting不是朋友 尤其是唇膏 如果你又要它潤又要Long Lasting的話 是沒什麼可能的 它乾一點就會Long Lasting 它潤一點就會不會Long Lasting 所以你用這種唇膏 就要記得它不是Long Lasting 所以你喝水或者吃東西 它是會掉的 喝水是會喝到沒有了一個空 即是你的唇膏會黏在杯子裡 要看看你自己 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我預期的 如果我用潤一點的唇膏 我預期它會掉的 所以我自己的失望就不太大 但如果你說我根本想用這唇膏 但又不要太潤一點的唇膏 但又不要太快掉的話 這個就未必適合你了 因為你吃東西喝東西的時候 會掉的 甚至你說話一會都會掉的 所以Long Lasting來說 是低分 但我覺得它另外 上色度、潤等等是很好的 所以就要看看你想要什麼 接下來春夏天 我想大家未必想用一些 Matte的唇膏 因為感覺上不太搭 夏天也是搭一些水潤的感覺 如果你喜歡這個感覺 又不介意補茶的話 我覺得絕對都很值得買 然後到Chanel 我覺得Chanel今季最值得入手 就是它這顆胭脂 就是它們的Sun Kiss Ribbon 這個胭脂 給大家看看真身 就是這樣 好像絲帶一樣 它有一個掃跟著 這個掃就是這樣 我都很少用這些掃的 有不同的顏色 我問過BA 其實怎樣用呢 可不可以全部混合它呢 它就說有幾個用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是全部混合它來用 上面 或者你用一段兩格 但你要用一個扁一點的掃 平時的圓滑滑的那些 可能不可以了 用一個扁一點的掃 這樣用這兩格 然後塗面 或者用這兩格塗面 或者這樣去混合茶也可以 這樣去混合茶也可以 你可以看到啡色 其實是可以做眼影的 對 你的粉紅色、啡色 或者這些色 如果你想做眼影是可以的 我覺得這個胭脂 很值得入手 因為它比平時 這類型的胭脂 給大家看一下 比這類型的胭脂更加上色 我平時不是說這一種 我自己都喜歡 但出來的效果比較自然 可能要塗幾次才塗得到 顏色 我覺得這個 你真的點兩下 好像我剛才這樣 拿一個掃 這個位置 這樣 來回兩下 然後上已經很上色 所以如果你有關心 不知道它是否想上色 我可以回答你 這個是可以的 而且我自己覺得它夠多變化 如果你去旅行 你可以這樣混合就行 這樣混合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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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了有些橙、粉紅、桃紅、啡 那已經是 基本上是否照顧你需要 我覺得是 我今天就塗了 不是很看到 我塗了很少 就是這兩個顏色 混合 我自己都覺得漂亮 而且我自己喜歡它的效果 算是出色 我最初用的時候 我想 因為我習慣用圓圓圓的 我就拿很多 然後一塗上去 好像小丑一樣 所以要調整一下 我就知道 這個是比平時圓圓圓的 那些更加上色 那我覺得 如果你自己想買不買這個 又很喜歡它的 感覺 而顏色又對的話 我覺得絕對可以入手 我都沒有買 Chanel那個四顆眼影 我反而買了這個 就是他們 Long Wear Luminous Eyeshadow No.118 Moonlight Pink 這個有一點粉紅色 我今天就用了在上眼蓋那裡 就是這樣 它有一個掃的 但是那個掃我一會兒給大家看看 你買這個的時候 它一定會跟著給你的 塗了就是這個顏色 很淺的一個粉紅色 但是很有珠光感 它的掃就是這樣 我想大家都見過 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掃不是不好 但是你看看買什麼顏色 如果你是買這些淺色 基本上你會整個眼蓋都用的話 這個掃就未必很適合 我覺得你用手指blend 但如果這個掃 你是買這個眼影的深色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掃 用來當眼線 對 它眼線都很Long Lasting 我之前說過我有多喜歡它這個系列的眼影 其實我覺得它夠容易用 而且如果夏天春天來說 你是想比較Long Lasting 一些想搞這麼多東西 想一個顏色搞定的話 那是我就買了這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 一點點粉紅色那些我沒有 塗出來有一點點Beige的效果 又有光亮感 變成我的眼皮不會太黑 而且沒有太累 其實我不用它有太多顏色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我一點 還有我覺得我塗一下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顏色比較適合白的女生 都可以的 如果你是白顏或古銅色皮膚 你想一個很清淡的眼妝的話 其實這個是OK的 你拿一點點之後就擦完整個眼蓋 基本上You are ready to go 而且這個是很Long Lasting 我試過用它深色那些 當眼線是沒有掉的 所以是OK的 如果你說你未必想入 因為它另外有兩顆 就是紫色 我沒有記錯是紫色和綠色 但我覺得那兩個用來做眼線會好一點 深一點 我自己比較少用這樣擦整個眼蓋 反而我這款我會買一些淺色的 只要有時就這樣擦起來 擦完或兩條眼線就離開那隻 如果你跟我差不多懶 和和我差不多喜歡這些自然效果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值得入手 去到它的眼線筆 其實它的眼線筆我有很多 但我有通常都是深色的 我那天畫一下眼妝的時候 我發現我沒有什麼奇怪的顏色 沒有什麼鮮色 沒有什麼鮮色 所以我這次看到它這一堆 都算是挺鮮色 所以我就入手了 我現在在下眼線那裡 是這個 這個藍色 我原來沒有什麼藍色的 九二成 畫一畫給大家看 我本身很喜歡它們這一種扭 因為我覺得方便 上色 還有是 都蠻Waterproof 對 Waterproof 但按不按proof 我就回答不了大家 又是那句 有閃粉的 我覺得你做上眼線也好 下眼線也好 都是漂亮 這個顏色 還有比較鮮明一點 如果你說你不想這麼鮮明的話 但你又想有一點點顏色 可以選它這個 這個它就說是一個紫色 其實是很深色的紫色 我覺得如果有時候你畫上眼線 覺得灰色、啡色、黑色 我都有點悶 你可以有一點變化 因為這個也有閃粉底 就是一個深紫色 然後後來也有一個綠色 原來綠色我也少 就是這個綠色 這個綠色我都會當下眼線 我不會當上眼線 因為它比較淺色 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不錯 它的眼線筆我都喜歡 就看看你跟它合不合 因為有些人我知道都會脫掉 但如果你跟我眼睛一樣 不是太多油的話 其實都可以的 有時候我覺得是悶一點 如果春夏天還用啡色 那些下眼線的話 我就覺得悶一點 所以今年我就想多一點點變化 所以最後我就進了手 一些比較難用的顏色 我覺得 因為不是經常用得到 最後一個項目 就是它的Coco Shine Lipstick 它的Coco Shine Lipstick 其實我覺得跟YSL那支 不相伯仲 我之前在Facebook 都投放了一張照片 是我塗上嘴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拿下去給大家看 大家就會看到上嘴的效果 這支就是118 Energy Energy 也是比較紅一點的 這個 我現在先畫一畫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對 其實我覺得它是Coco Shine的說 都算上色 而且它沒有閃粉 對 它有些Coco Shine有閃粉 這個都算上色 亦都是滋潤的那種 亦都是像現在在使用YSL 這支 出來的效果是亮的 亦都是那一句 不長耐性 所以你就要看自己的喜好 如果你真的喜歡很長耐性的唇膏 我都建議你買 Matte的唇膏 Matte 霧面的唇膏 就會長耐性 如果你說 明天我真的不想用Matte唇膏 想有一點點亮的效果 其實Coco Shine 或者YSL 我自己都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兩個的潤質感差不多 亦都有亮的效果 兩支亦都很上色 看看你自己喜歡哪一個品牌 或者哪一個品牌 有你喜歡的顏色 好了 又分享完畢了 我希望這個影片 就給大家一些想法 讓大家入手的時候 就有一個參考 大家買了什麼 又可以告訴我 留言給我 告訴我 我都很喜歡看大家買了什麼 好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 到它的中藥粉底 我之前小時候都用過一支 這陣子我看到它是調低了價錢 即是